沈慶金涉嫌行賄 柯文哲應小威 從八月底以來遭到羈押 被掩押後再提抗告 結果還沒出來 周刊在爆料 他爭取容積率 費盡心思 周刊報導 微信集團早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就已經確定會拿金華城 百分之八百四十容積率 但沈慶金卻不滿足 多年來不但跟北市府打官司 甚至還申請釋憲 北市府一九九一年二月 公告土地分區使用計畫通盤檢討案 為了避免零星開發及考量地方發展 把西北角土地納入範圍 並載明回饋市府 後續微信把開發跟回饋事項 交給子公司京都建設處理 一九九七年一月捐贈百分之三十土地 六年後再捐兩億兩千萬 但卻沒有順利整合土地 郝龍斌刪除原本的整體開發規定 引發微信和京都不滿 尋求司法途徑討公道也都屯敗 微信集團申請釋憲 主張原來判決所依據的都市計畫法 等下官法律 在表決程序的規定上是有違憲的 而且原判決也因此侵害到了 微信集團的信賴利益 但是大法官認為申請釋憲的理由不充分 因此是駁回釋憲的申請 回顧時間週二零一四年 整體開發規定被刪除後 微信集團認為權益被剝奪 因此捐遞經費義務不存在 雖然提起宿院隔年卻遭到駁回 行政宿院一二省都敗訴 釋憲案更在今年八月被駁回 外界認為小省愛財出名 廠方設法爭取最大利益 卻反倒還自己陷入牢獄之災 合成的重獲自由遙遙無期 三十四位陳祥新宜台北暢友報導 瘡 曼 曼